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工作是我的目标 然后不要麻烦年轻人 早上送餐 然后去教跳舞 然后下午以后就帮人家做纸压 因为我是洋女 所以从小就照三餐打 然后谈恋爱的时候也不顺遂 然后结婚 两次婚姻的失败 让我真的是 没办法去真想跳楼 后来我想通了 就照单全收一切随缘 我虽然是洋女 从小因为时空背景不一样 父母的姿势也不一样 所以是从小打到大 可是我后来回想 孝顺我是真的没有 但是忤逆我是不敢 可是后来我是觉得 我父母这样子才能把我磨练到最后 我受尽的各种痛苦 我都能忍耐过去 我就希望每一个人 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 我想父母都是对我们很好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我想到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跟我讲对不起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我父亲跟我讲对不起 我自己也哭了 所以他要求我的事 我全部答应 绝对不后悔 就是希望大家 不管你的父母怎么样 忤逆不要做 就是这样 很简单 要有感恩的心 我能活到现在 就是要谢谢我的父母 不然我早就死掉了 s瓶都不是